料子啊各方面肯定当然安全第一我肯定会照顾对安全第一而且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安全永远第一位 而且 你听我说你听这个说你先开门你先开门好吧你先开门你先开门好吧你先开门你先说这个我机票都买了真的而且不是说不让你去 好吧我这次我不拦你这次我不拦你好吧你先开门你先冷静一下我们进去说你别说了真的我们进去聊 你把这个堵在门外不太好吗对不对咱们进去聊你回去你听这个好吧你听这个咱们进去来你回去吧你听这个跟你说好吧去咱们没说不让你去好吧你先开门 真的真的这个你就别劝了 而且我为什么跟你说了那么多或者说为什么劝你就是那边情况不太好其实我真的是 就是很不放心知道吧很担心 但是我后来我又想了想我觉得 做弟弟的长大了现在越来越有能力了 是吧你想做的事情我做歌的肯定是义无反顾支持 知道吧但是就是还是回馈到那句话 不太放心呀真的不太放心放心不下知道吗 真的你放心好了那边我也安排好了新春这些我也订好了机票啊各种签证那些我也准备好了真的真的 其实其实其实我内心很纠结知道吧 其实你想上去 你是为了想帮哥 啊而且就是说在在一个方面也越来越有能力了越来越能干了但是其实现在 马上已迹 升格热 而且情况 不太好这个也 所以说我很担心知道了 其实我们之前你说我们 之前我们也去过缅甸那边嘛 也待会儿 今天在那边收料是吧 你也知道那边也认识一些朋友 你这些东西你就别担心了 真的 他们安排好了 那上去之后那肯定是 只要是稳下来那我肯定是还是能放心的 毕竟那边 到时候就有什么困难 你第一时间跟我说 是吧 那边也有人的 肯定是能够发现的 你放心就行了这个 我也跟了你这么久 是吧 也跟你学会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真的 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放心啊 而且 我经常跟你联系点吧 每天有什么东西也跟你汇报一下 对 你得经常跟我联系 你也长大了 就是你想去做的事情 其实我后来我也想了想 我不应该说是拦着你 知道吧 你有自己的想法 并且就是说 哎呦 咱们也有这个渠道了嘛 所以说其实总的来说 想去做的事情 就是做歌的 肯定是一无反复的 支持 就是 我还给你带了一些药 肯定是说 这些东西的话我也有准备了一点 有准备了 哥哥带个鸡鸡鸡的 还比较可以带过去是吧 这个布罗芬 这个感冒 不是啊 这个 用心的 没有 刚刚去买的 一样买了一点 原店的我也 有神药 神药 硬度神药 我记得以前 就是有一次我去缅甸 我俩过去的时候嘛 我得了灯格热 我去打了七天 都没好 跟你说 就吃了两天就好了 真的 真的 这种缅甸药应该它好多是印度进口的 这个一样呢 还有这个也是这种 发热啊 就是 清热的 是吧 今天都在的 这边还有一些 这个 可以了 我知道了这些东西 你放心吧 那那边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真的 好 是我第一时间可以给你收的 这个是胃药 胃不舒服啊 这个已经 药效好像也是很好 这个是趋纹的 这个是口罩 然后这里还有一些药 然后这一些你看看说明书就是到时候 哪里不舒服你得赶紧吃药的 有些时候你得提前吃预防 啊 这个这些东西我都知道了真的 我带了有说明书我到时候肯定会照顾好自己的 你放心就好了这个真的我会到那边肯定会照顾好自己的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 这个阿七兄弟呢是来自银江 银江西马镇啊 那像一些老翠友或者是行内人应该知道啊 西马镇这个地方啊 并且阿七呢比较厉害啊 他从爷爷背就他的爷爷背就开始接触匪罪做匪罪 爷爷背父背 到他现在这一辈 而且姓何 那行内人啊 应该都听说过都知道啊 银江西马镇姓何 意味着什么 知道吧 所以说其实阿七你能力这一块我肯定是放心的 并且就是说你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想决定就真的是出去闯 是吧现在这种情况不太好 你还是坚持想去 真的做歌的那也拉不住你 你想做的事情 我也不应该去 阻止你或者说是不应该去 反对 我只能说我会尽我所有的努力去支持你 放心好了 那我肯定会照顾好自己的 首先 到那边的话料子这边方便的话 我给你把办吧 这肯定要的 这肯定要的 咱们从小也是在翡翠队里完整大了是吧 放心好了 对所以说 能力这一块我一万个放心的 但是主要还是担心你人身安全这一块 就是我们讲的 肯定会照顾好自己的 对反正人身安全 永远第一位 好吧 钱赚多赚少 赚的快一点 慢一点这个无所谓 我们中国人讲的一人为本 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的这个你放心 肯定会照顾好自己的 这个你给我来一下 谢谢 那几天前几天我刚收的料子吗 嗯 我可能要去明天就没时间处理了 你看一下 到时候我可能要叫你帮我处理一下 可以 这个没问题 这个没问题 这个开的不臭啊 大哥这个 这个这边的话价格就给你 发过去嘛 那你帮我处理一下 好好 开的都不错啊 里面漂亮金丝绿的 咱们看 双色 这个漂亮 这个太舒服了 开出来的底色 很浓 底子很纯很润的 都是自己开的是吧 对啊 全是你自己开的 肯定的 放心好了 有啥不放心的 是吧 开的都不错 眼光越来越好 对啊你放心别这种没特资 真的 那那边过去 你放心好了 料子啊各方面 肯定当然安全第一 我肯定会照顾 对安全第一 安心 就是不管怎么样 安全永远第一位 好吧 好 行李师说好了是吧 行李师说 准备下午走嘛 因为可能 明天得 从盲市飞到昆明 又从昆明飞到广州那边 然后从 好绕啊 对啊 现在行车很麻烦了 就只能从广东飞 要从广州飞到阳光嘛 还要从阳光坐一天的车三人到晚的吧 路途遥远 毕竟是出国嘛 没事 因为照顾好自己来 要咱们去吃个饭嘛 也到饭 必须的嘛 你今晚走 我们现在就去 可以 走 好 好 好 肌肉 费 肝 肝 肝 感谢观看